好 因为王健民让我们看球更有感觉了是不是 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 是这个王健民重返大联盟的首胜 虽然我们刚刚讲 他有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这个球路的一个威胁 不过我们看到毕竟今天制胜的关键呢 他这个升卡球仍然是主要的最大功臣 而当时呢 王健民为了重返大联盟 他接受了蓝鸟所提出的基本薪水 50万美元 没有激励奖金 以他的身价来看 很多人为他报屈 现在表现这么好 球评一致看好 觉得王健民呢 只要保持水准 在明年拿到一纸美金两三百万的优渥合约 不会是问题 拿下重返大联盟首胜 王健民逐渐站稳脚步 但还是不能 掉有清心 我认为他还要确定自己 在下一几个开始 因为他们还要有几个人 这几个人都会回来 Brandon Moro 会回来 在几个月之后 但如果他一直在搜寻 他会给自己一个大功致 为了东升CG 健才接受多伦多蓝鸟 50万美元底薪 没有激励奖金的条件 但实际后首胜到首 接下来只要保持这样的表现 专家认为 明年薪资上看200万美金 不是问题 7月中旬是明星赛的前套 应该经纪人就会跟 我就说蓝鸟是优先嘛 蓝鸟对搞不好就先跟他谈说 那我们签名王 明年就续约个两年三年 就复数年的合约 如果签复数年合约 两三百万起跳是行情 翻开王健民过去大联盟的薪资 在连续两期拿下19胜夹击之后 2008年签下400万美元的大合约 隔年更是上看到了500万美金 但在2009年受伤后 鉴载加盟国民队的薪水下降许多 好不容易在2012年 才回到了400万的年薪水准 如先想要回到过去的昔日身价 甚至再创新高 求贫都相当看好 因为他33岁 理论上在美国职棒 投到40岁的人还是很多 所以他的巅峰 投个4年5年都还有 在美国打滚13年 大联盟资历超过6年 有过往的辉煌记录做后盾 接下来每一场都决定 未来身价 今天新闻将军不到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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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